你也不喝酒 然后顾问也不喝酒 这样子好像是一个盲人在导航盲人 世界上有那么好的地方可以赚钱 你就要注意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a Naita 今天呢 我会教你们如何买到一品可以增值的威士忌 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按个赞 留言 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还有超级感谢哦 好 这个礼拜我是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如何买到一瓶威士忌 你会很开心 而且有机会增值的 我先说一下免责说你 就是我不是可以百分之百 让你们可以赚到钱 可是我就是想避免你们就是亏很多钱 因为这两年就是疫情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开始跳进这个威士忌投资啊 就是可以赚600% 就是赚很多钱 好像很容易赚钱 可是现在2024回去看 就是我认为很多人就是 亏了600%吧 所以我做了这集就是想分享给大家如何买到一瓶威士忌 就是比较有那个好机会增值 而且不会掉那么多 然后如果是有掉价的话 你还是会开心的喝他们 因为这个就是以消费者跟一个爱好者的角度来讲怎么收集威士忌 这样子比较没有那个压力了 赚钱的压力 反正我们是爱好者嘛 所以买威士忌可以赚钱是一个bonus而已 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 就是买威士忌一定要赚钱的那种感觉 对吧 好我做了这个影片就是可能会有三种人会想看这个影片 第一就是收集者 如果你是一个收集威士忌的人 那可能对你来讲这个影片只是一个加分 因为不论我讲什么你会还是会想收集你最喜欢的酒厂嘛 不一定会增值的 可是对你来讲你喜欢收集的那种威士忌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黄牛 黄牛的那些在英文叫flippers 可能也是会看这个影片 可是不好意思 我的我的风格或是style 就是可能是以长久的那个投资吧 可能算是投资就是长期的 不是短期赚钱的 就是你买一瓶威士忌 我教你就是可能要等五年十年 反正放着还是会有机会 增值的 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那个投资 而且有耐心的投资者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讨论真正就是一瓶威士忌 你需要看什么才会有机会增值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单一卖威士忌 以现在的那个环境或是趋势 还是以单一卖威士忌 大部分的单一卖威士忌才会有机会增值 调合的就是拿来喝的 有一些很高很高年份的调合威士忌 你也是有机会了 可是以我的style 我还是会以单一卖为主来买那个可以增值的威士忌 好第二个就是品牌 品牌其实是蛮重要的 可是这个是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看看是不是老套认定的品牌吗 或是大家都认识的品牌 比如说麦卡伦或云顶 这两个酒厂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麦卡伦就是走精品路线嘛 然后云顶就是比较多老套喜欢 然后会去收集或是会去买 以我来讲两个都可以follow 或是去追 因为现在就是有品牌 但是蛮重要的 好第三就是年份 以前都是会说 一定要找30年以上的老酒 这样子 可是说真的的话 就是以普通人 就是我是普通的爱好者 上班族而已 我认为可以调到21年的丹尼玛雅维席 21年其实是算是很老了 所以你可以从21年开始 而且不会那么贵 不会像那些30年40年的威士忌 那些大部分就很贵了 就买不起嘛 意思就是 OB或是IB呢 以现在的趋势还是要买OB的威士忌 像这个麦卡伦是IB 它是17年 可是也没有很贵 可是现在OB的麦卡伦超级贵了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买可以增值的威士忌 还是以OB为主 IB的部分现在就是 它的价格就是那样 很贵了 你一买就是 它的价格就是这样 比较少机会增值 因为IB大部分是拿来喝的 开来喝的 好第五就是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 就是瓶子的数量 如果有一些威士忌品 他们说哦 这个就是限量版的 然后或是限定版的 可是他们没有公布几瓶出现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就会skip掉 完全不会嘛 比如说那个很有名的麦卡伦可可 那时候他们没有公布瓶数嘛 所以但可是大家还在疯狂的抢 然后现在应该亏了很多人 所以你就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可以查得到瓶子的数量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们就是说嘛 你喝掉一瓶就少一瓶 比如说云顶 云顶他们在瓶子上完全很透明的 他们会写 这个限量版的只有9000瓶之类的 所以至少你知道全球只有9000瓶这样子 这个是比较好的 就是你会知道这个是真正的限量版 不要去追那些无限的数量版 就是可能他们出100万就不知道 这个就是会很亏的 第六就是单筒 Single Cast或是Cast Train 圆酒强度 我个人推荐的就是一定要买那个高酒精浓度 因为这样子那瓶的价格是有机会增值 因为圆酒大部分就是CP值比较高嘛 因为一瓶你的酒的成分是比较多 所以一定要找Single Cast或是圆酒强度的威士忌 这个就是有机会增值的 然后第七 如果那个威士忌有写他们利用的项目桶是什么 比如说水油桶啊 水油桶现在因为很少嘛 而且好像要需要200年才能砍下一个数 然后你看好像你要赔政府多几个数 所以水油是最稀有的 然后欧洲项目桶就是那种欧洲雪莉桶 这个也是很缺少的 然后最多的可能就是美国项目桶 现在很多的那个剥本的那个美国项目桶 然后第八就是也是蛮重要 就是看看它是不是初次 first fill的桶子或是refill 这个有差 因为通常初次 比如说初次雪莉桶 这个就是那个风格是蛮强的 就是那个味道是比较强比较集中 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机会增值的 因为它用的木桶是初次的 再次呢应该是没有那么高的价格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看看它就是学历熟成吗 或是还是它只是一个过桶的威士忌 大部分现在学历有很多人 而且是台湾的市场是比较好卖 或是比较多人去追 所以要看它是不是学历熟成的 或是学历过桶的 这个有差 你应该要去挑选那些学历熟成的威士忌 然后第九 第九就是评价好 红酒就是它会增值就是很多那些会评价的老涛 或是那些专业的 他们如果会给一个高评价给一个红酒 那个红酒大部分也是会涨高 那威士忌差不多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参考那个威士忌饭 就是一个苏格兰的老涛 那如果评价是蛮高的 这个视野不错 有机会增值 然后比较多人认定的就是可能就是那个 WWA World Whiskey Awards 大部分那个如果得到最好的单一卖氧威士忌 大部分大家都会去抢 这个就是有机会增值 然后第十个方向就是要看 那就是旧版或绝版 因为你就知道嘛 就是那些官场的威士忌 那个我个人是买不起的 所以可能只现在 以现在的你或我 就是看看哪个威士忌就是绝版了 绝版了 然后你觉得也很好可以买 比如说那个格兰多纳的那些比利的版本 比利 Walker 的版本 因为他跳去爱乐齐了嘛 所以那些旧的格兰多纳 那个可能以后会增值 可以考虑 好那这个就是十项 就是以威士忌的酒瓶你需要关注 这样子才会有机会增值 那接下来我会给你们一些提醒 就是因为买卖威士忌就不像那个买卖股票嘛 因为股票有那个政府去规定 所以不能做一些炒作 或是那种内线交易嘛 因为会坐牢的 可是威士忌就是没有这种规定 所以很多人会去做那个炒作嘛 所以你要注意一些选项 如果一个威士忌品是被炒作 你可能可以跳过 反正威士忌会一直出嘛 可能明年又有什么限量的 然后你很想要 如果没有被炒作 你可以收 可是如果一个限量版的威士忌被炒作 你不要硬去追 因为现在很多那些黄牛 可能他们认识那些代理商啊 或是那些经销商 所以他们有那个 潜力去买一柜一柜的威士忌 就是很多箱 大概100箱 这样子拿着放着 然后他们可以控制那个价格 我建议就是 如果一瓶威士忌还没出 然后它的比建议价格贵很多 就可能就先不要买 先等 威士忌一出就先不要买 千万不要买 你要等它冷掉 然后你再去收 等价格稳定再去收 不要一出就去抢 然后接下来就是 如果你有听到一些 可能投资顾问啊这样子 就是说你可以赚钱啊 就是投资赚钱 可能也是要小心了 因为他们英文有说 if 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then it probably is 就是如果听得太美好了 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要去马上去投钱嘛 如果世界上有那么好的地方 可以赚钱 你就要注意一下 然后最后就是 也是要注意 如果你的顾问 或是什么基金顾问 就是如果他们也不喝酒 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如果你想投资威士忌 然后你也不喝酒 然后顾问也不喝酒 这样子好像是一个盲人 在导航盲人 这样子也是不好 所以要自己喜爱 威士忌 才能 treat off 威士忌 好 这个就是礼拜的话题 就是如何 买到一个威士忌 就是避免你亏太多钱 或是至少 如果真的叠价了 你还是可以开来喝 然后你还是会开心 如果你们有什么 想讨论的话 或建议 可以请在下面留言 欢迎讨论 因为这个 我们现在在2024 现在的市场越来越差 所以以爱好者来讲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可是以投资的角度 是应该都在哭了 所以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